5月8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投票 于上午9时正式开始 当天上午 中心社记者在位于香港会展中心的主投票站看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陆续来到主投票站投票 此次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进行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 不少选委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新一任行政长官有格局担当和落实的能力 提升管制团队市政效能 关于下一届政府的特首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立场比较坚决 和可以全面正确管制一个两制的人选 我们希望新的特首是有作为 有担当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下格的爱国者 和是一个有担当的爱国者 我们选出来的特首它是有那个落实的能力 选举制度改善落实之后 希望香港就可以能够就是从立法会 还有行政会 还有政府这三方面 还有跟市民我们共同去落实一些好的政策吧 此次选举中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为李家超 其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前司长 每名选委可投支持票或不支持票 投票时间持续至11时30分 由于疫情关系 为减少主投票站人流 投票时间较过往选举延长30分钟 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 按照选举委员会的五个界别 为选委划分了不同的建议投票时段 前往主投票站投票 有选委在受访时表示 约1500名选委来自全港不同领域 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 期待新任治港者能倾听社会各界声音 为香港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就是期待特首能真的在香港帮青年们 解决他们的房屋问题 让青年人有时间有空间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如何令香港更好地发挥十四五 当中赋予香港新的角色定位 包括国际创科中心 和文化发展的艺术交流中心 作为年轻人 我都觉得很重视创科和文化艺术发展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平台 可以给年轻人 可以为国家 为香港作为一个代表 去到国际平台上 去讲出香港故事 讲出中国故事 另外一点我觉得它在房屋政策方面 提出提亮等等一系列的政策 其后包括一些就业 青年的乡商流动 以及一些养老安老的政策 和系关外社会等等 其实都是我非常关注的 我都期待新一届的行政长官 新一届的班子 可以解决我们香港这几年 长期面对的老大难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